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杨姐 又在楼底啊 韩国的堕落了啊 大家前面我 当时买了九株这个桃花园 回来啊 因为当时买回来的时候 它那个叶拼啊 非常的肥 又大 然后我用那个盆子 如果用这么大盆子 它只能种一株 然后我就用先 种在这个拼盆里面 现在它们都已经空的比较小了 我看下这四株都种在这个盆子里面 应该可以啊 这样的堕落 它就是要给它 空起来才好看啊 应该同够了啊 但是买九株 还有一盆也是种的是 有一株是化水了 那只剩下八株了 怎么种就种在这样盆子 一直种种不了 还有一个是因为那个头盔一盆 很大 过去搬过来也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里本来也种的四株 这里本来也种的四株 还有那个化水的一株 黑胡化水的一株 那这盆也三株 今天准备可能也给大家移一下 这两盆我准备都是用这个圆盆移看一下 以前叶子非常的大 大的不得了都种不了 然后又暖 没办法种 这个叶片掰一下 它又皮会跟着出来 尽量能够用剪刀剪掉 然后我看一下这一盆看一下 能不能种这四株 先把它挖出来 可能涂开太多了 要多大一点涂出来 因为刚种的吧 你看根系 非常好的根系 它已经护盆了 完全护盆了 没护盆它不会长这么好 就不会空的这么小 哎呀 这涂还太多了 只能那个 先给它这样 这样化进去 然后再给它添涂 涂还是太多一点 你看它的杆非常的粗 当时九猪买了九十九 就这样子 这株根还没这个好啊 这样子种进去了 现在可以了 现在比以前那个好种多了 以前种不了啊 这样子好看啊 应该这样子种好看 我是想了好久了啊 好几天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都是 包括是颗粒土啊 下面就是用桃粒很干 昨天我还给它浇了水 今天又很干了 就是要这样子啊 给它控起来 可以的吧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种 等一下这山猪也种在 在这个小泳盆里面 要不它那个钢带太大了 这个我是用来做拼盆的 准备去买一些装饰品啊 大家看一下这样就好看多了 好 等下这个要用 那个扑面实一点 可以的吧 大家看一下漂亮多了 好 来这一盆 这种这山猪 这个也是太大了一点 挖出来了 我基本都是买水装回来种 你看一下根根细就是这么大 但是我都给我修根细掉 一个根都没有 所以说大家说 哎呀你多了 修根细这么厉害 怎么会长 大家看到吗 会长吗 一大头 都是它的根 都是它的根 这一株还空小了 我喜欢它小的 大家看 基本是颗粒土吧 是不是 来这一株先画 哐哐哐的都是颗粒土 抓掉一点 根抓掉一点也没事 是不是 不是刚好 这个桃花园夏天还不能暴晒的 一晒它就不会红 它倒是喜欢比较淡淡的阳光 我感觉是有两株梅 那边是三株梅 这个是一个水 那边是一株梅 以后就会有迷路 看 我来看 这个是一个水 那边是一株梅 这边是一株梅 你还要一株梅 碰多更好 有些叶片就要不要那么多 就要控成这样子 其实这样长的叶片 都可以把它撸掉 撸掉 撸掉 撸掉就这样子就好看了 这边还挺长的 其实可能盆子还是大了 再说吧 如果再大 要我们再给大家处理一下 不错吧 这样子就漂亮了 我就喜欢它控成这样子 叶片都是滚而远了 现在给大家铺面食了 这是桃花园 桃花园前一段时间其实还挺贵的 如果多头的一株都要 一百多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很贵 我就不买了 我就买这个单头的回来 买了 龙小姐她又做那个活动 九珠好像八十八 我觉得应该是八十八 当时是那个宽拍 我又抢到一宽 回来它非常的水装 叶片很大很大 但是这样就做不了 除非一面都撸掉了 然后我当时不舍得 所以说就寄养在这个大盆里面 今天终于把它进行了 一盆了 你看一下 这盆跟花一样 漂亮吧 就像这样子的 叶子要控得 文耳圆的这样子 我大部分今天 用它给大家颗粒图 颗粒图给大家控起来 其实这些大的叶片 都可以白的 大家看 其实挺好看的 其实每一株它都有特点 这个还带那个血邦 你看 这些多肉 所以说桃花园可能出状态也很努力 也很皮脂豪养很多人 所以说价格才会炒得那么高啊 然后我就是三头了 九株只剩下七株了 有一株买回来它就化水了 然后有一株自己在种的过程中化水了 今天又给我家里水装买回来的多肉 控养了一段时间 又重新给它移款了 大家看一下 不错吧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 拜拜 不错吧 走